我不能打了 不要打了 脖子都开了这么快了 这个打动我们一压扣警 我可能会死掉了 他不准把司机拿走 决志东莞割喉案的真实录像 21岁小伙被骗300元 怒追两条街 一刀割喉黑心中介 事后他不仅没有着急逃跑 还主动报警喊话要找记者 围观群众试图对伤者失救 小伙却挥刀阻拦 不让人靠近 这是怎么一回事 咱们记得往下看 2012年2月14日上午 东莞后街的汽车客运站门前 有两个年轻小伙正一前一后的狂奔 刚开始路人并没有当回事 以为他们俩跑这么快 可能是为了赶车 谁知当两人的距离逐渐接近时 后面的小伙突然从兜里抽出了一把水果刀 对着前面的男子就是一阵狂刺 男子一边奋力躲避 一边拼命挣脱 朝着汽车站的东侧跑去 可惜身体素食不行 腿脚没有那么利索 在路过电气城时 再次被行凶的小伙吹上 这次对方直接将水果刀伸向了他的脖子 紧急着他就被一刀割喉 趴在地上挣扎抽出 路人看到这一幕赶紧上天十九 吃刀的小伙箭壮 立刻冲出来守在山顶身边 不让任何人靠近 后来他一直在旁边骂骂咧咧 嘴里念叨着骗子该死这一类的话语 此外还主动打电话报警 请求路人找记者过来 说是要曝光自己被骗的真相 可惜民警早一步到达现场 并迅速将他围住 小伙之后挥舞凶器拖延时间 期间一位民警瞅准时期 打断了他手里的推过刀 其他人趁时一用而上 将他牢牢的按在地上 这时救护车也及时赶来 将伤者紧急送往了医院 可惜因被割倒大到外 重刀的男子失血过多 最终还是不知身亡 而行凶的小伙被捕后 对自己的罪行也供认不讳 他表示愿意承担一切后果 甚至要求警方赶紧将他枪决 不过对于当街统认的行为 却一点也不后悔 因为在他看来 是死者骗他三百块钱不还 还让保安揍了他一顿 才把他逼上了徐路 后来警方了解到 死者名叫舒林 21岁 贵州省 由于成绩不好 很早就出学在家 但他一直希望能够出人头地 于是和几个好友一起外出打了 一个月前他来到东莞 入职车站对面一家 劳务公司的中介 他怎么也没想到 正值这份工作 让他年纪轻轻就丢了小命 不要打了 脖子开得这么宽了 这个大洞万一压过瘾 这是东莞 割喉案的真实录像 21岁小伙被骗三百元 怒追两条街 一刀割喉黑心中介 据了解 行兄弟小伙名叫吴春 吴男人 自幼丧父 家里有一个哥哥 兄弟俩全靠母亲拉扯长大 由于家住山区 母亲还有纤维流 吴春便着动放弃学业 早早地跑出去打工 他一心想着赚钱 供哥哥读书给妈妈看病 但因为踏入社会时年纪太小 没有任何阅历 曾经遇到过几次骗子 而最严重的一次 他被骗进了传销组织 当过完 吴春就再次踏上了 外出物工的旅程 这次他来到了东莞后街 决定好好找一种工作 攒钱创业 在街上闲逛职 正好遇到了 正在招工的书林 两人聊了一会儿 发现是同龄人 老家离得也不远 很快就熟络起来 后来书林给吴春 介绍了一个高薪工作 说是在大厂里酿酒 一个月两千多的工资 保持包住还缴保险 虽然对学历工作经验 有一定的要求 但看在大家也算是半个老乡 可以帮他开个后门塞进去 只需要交270元的报名费 次日就能立刻入职 吴春原本就对这个工种感兴趣 听到待遇这么好 对方又很真诚 本着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他二话没说就答应了 不过这次出来 他并没有带多少钱 无奈之下 只好向家里当苦要钱 刚开始吴妈妈还提醒儿子 会不会又遇到了骗子 但吴春确信 自己不可能再再跟头 妈妈实在拗不过他 于是打了500块钱过去 吴春交完报名费后 满心欢喜的等着入职上班 没想到第二天 书林却告诉他 昨天少缴了体检费 没有报上名 让他再拿出100块钱 然后回去等消息 吴春虽然不太情愿 但出于信任还是照办的 然而接下来的几天里 他始终没有收到任何入职通知 每次他打电话询问 书林要么是不接 要么就是找各种理由推托时间 吴春觉得有些奇怪 于是跑去劳务公司询问情况 没想到在公司门口 碰到了几个和他一样的人 他们说这是家骗子公司 打着招工的名义 收取报名费 收完钱就不管了 想到过往的被骗经历 吴春气不打离出来 他直奔公司 想要找书林问清楚 这只东莞割喉案的真实录像 21岁小伙被骗300元 怒出一两条街 一刀割喉黑心中介 事后他不仅没有着急逃跑 还主动报警喊话要找记者 这其中到底有什么隐情 咱们记着往下看 得知自己求职被骗后 吴春第一时间找到中介书林询问情况 没想到书林清楚他的来意之后 竟然连谎都懒得扯一下 直言根本就没有什么工作 就是单纯的骗他的钱 吴春气得一把抓住书林 让他赶紧还钱 书林表示自己不是不愿意退钱 只是报名费已经上缴公司 自己也是个打工人 要是吴春实在不甘心 可以加入公司和他一起干中介 吴春不愿意和他们同流合污 于是一口拒绝了 或许是良心发现 书林最后把身上仅剩的70块钱 拿给了吴春 虽然还有300块钱没有退 但有总比没有的好 就这样 吴春拿着好不容易讨断的 70元回头的住处 他原本打算就这么认栽 然而一个意料之外的情况 突然改变了他的想法 吴春此前有一个 交往一年的女朋友 春节前 女生因为嫌弃他一直事业无成 单方面的提出了分手 案发前一天 当吴春返回住处后 无意间看到女生在社交平台上 称呼一个陌生男子老公 吴春满是挫败感 只觉得身无可恋 他把这一切都归结于是书林造成的 于是跑到超市 头里把水果刀 再次跑到公司找书林 不过这次人没找到 还被保安打了点巴掌 后来吴春带着满腔的怒火来到大街上 谁知在客运站门口 刚好碰到了在招供的书林 紧急着就出现了开头的那一幕 吴春狂吹了两条街 最后一刀封喉黑中间 只是案发后不久 书林所在的那家劳务公司 就已经听到风声 人去楼空 仅剩下几个钱来讨债的求职者 以及销毁资料后的满地灰烬 300块钱在有些人看来 可能只是一顿饭钱 但是对于吴春来说 是他的全部身价 而像书林这样的黑心中间 骗的正是求职者的活命钱 希望这样的事情不会再重演 也希望大家在找工作的时候 能够擦亮眼睛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